可能還有很多貴賓 另外我們建設局有我們的理務局長 高路發貴的理務局長 我們也有市区大家分局長 還有英雄和委員 我們今天是在記者會 那麼主要是這樣 本來市長是要來的 因為現在現場 我在記剛才是三六九的以前公信連接 今天有種類史的春季國商的節目 我在記是北南管理我們的種類史 然後他就說 特別跟我們今天來 跟所有的貴賓 說他們的貴賓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來參加這個晉晨會 主要是跟大家多多的是說 我們九十九年十幾月以後開市 我們學院選舉起來以後 我們明明說他們那個 九十九年就像不幾個年不算了 一百年以後 我們一百年的時候 行,在這個区大廣場的咱們 我們這個夏闕西門的掌索 我們都還可以用一個爲館廢 數二百年以後 到那些現在九十九年 就這個 一百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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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我們會有更多的 尤其今年,我們在市委切到維歸、停車、零龍門這個政策 所以我們今年請給A1的順庫希望減10年 減10年,這是我們很大的學校的程度 另外,劉雄也減少1月 所以在我們做這個文章裡面就是 這方面停車這方面算是靜態的停車 他為我們台南市市民的行車安全的這方面來說 是市民的安全來說 我們發言就是機車的這個維歸 後來發生死亡,降148人 他要比較積極 就是一個機車的死亡的人數 跟汽車、自行車、行人這些 那麼汽車有那麼多類 包括自小客、銀小客、大貨、小貨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跟機車來分享 發言就有四項特別嚴重 機車說是有侵犯人家安全的違規 就是說,在酒後開車 吃青藥,挑戰我們五百龍也這樣 自己永遠自撞,自己去弄齊 像我人家弄鐵火條和你弄齊 我們也不敢 那他給誰去弄什麼 第一件是弄行典 我們這怎麼會做的 那待會兒五百龍可能再看一看 弄行典 人家的車子在騎你弄 你弄行典 這是什麼的 你秦環的馬人 親類性的這一種 各個來講的 就是逆向 這個路是人家應該這樣騎你騎左邊 這也是很難 還有一種就是 唯一唯一你兩段式做轉 你應該是說 現在我們前面 我們不能直接做轉 有的路口 不是說所有的路口都這樣 你應該是先開對面 那有一個停車隔 那兩段式的一個停車隔 後來你不前面就再騎 關車就很大 你因為你穿緊這樣 結果我先輸 這個人可以在我們看 真的 這個人應該帶回來 我也是覺得 但是 就是說 有兩者 很多事情 有一點水到氣沈 這樣子 我們要拜託 我們美女朋友幫我們做現場 因為 我感覺說 這個人不可做 就一定太會 我們也希望 我們是不是經歷 用這個四月請 開始 我們已經做差不多 一個月的選項 這個 算 今天已經 已到 馬仔仔 三個月 四個月就開始 要上路 就開始要 要冷靈 我們也不要說大實話 為了市民的 民車的安全 民車的力量 我們是說 真的有需要安排 那麼今天就透過這個記者會 感謝各位美女朋友來 跟我們做的選項 也覺得我們在這邊 告一議長 我們 志工的朋友 幾位志工的姐妹 我們移交的通仁 大家做回來 用這個移交的 待會兒一個實際的 這個 我們操縱 這樣 可以兵器我們秦的主委 大家不要去移交 大家不要去移交 我剛才說 就是 這種人比較秦的 你自己也違憶 你也可以把我們的安全 現在我們由這個來做 當然 不要再說 不然你安全不然 那些都一樣 你只要有幾個都應該去建設 來處理這個對象 但是我們這會 重點 特別放在這次的行 又損人 又不利己 你穿完卡 九號開車 轉紅燈 逆下 還有雲雲雲雲 兩段四周轉 這四樣是特別嚴重的 我們來看 去台風 近年的 台南市的 財務事故 這支希望 我們流行的 可以繼續好 繼續下降 多久我們台南市市民的 行車的安全 以上 我先做這樣 補合 我們待會兒 跟聖節補合 之後 待會兒 有什麼意見 讓大家一起做 我們一起做 來做 感謝大家 請 檢報 那部分由 交通警察大隊 李大隊 兩下各位報告 各位長官 各位美女朋友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以下交通大隊 就機車安全 或直往專案 向各位提出 簡單的報告 前年 1.本市日和平以來 事故死亡人數 從100年的 205人 到104年 已經下降到 163人 降5達20.4% 2.去年 4月9日起 本市推行 違規停車 玲瓏人 直往專案 責定七項 嚴重靜態 違規行為 來加強取締 讓本市的 停車秩序 四隆景觀 還有 交通事故 傷亡人數下降 均以促進成效 那今年 除了更序 落實執行 違挺玲瓏人專案以外 特別在針對 機車動態 違規亂下 透過104年的 A1跟A2機車造勢的 特性分析 來嚴厲推動 本直往專案 本專案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持續 降低 本市的交通事故 傷亡人數 本專案推動為什麼 責定機車 主要基於以下兩項理由 第一項是主要造勢責任當中 機車他佔的比例最高 在104年的A1交通事故 162件當中 機車就佔了79件 比例達48.8 那在A2類部分 發生21,328件 那主要造勢責任機車 就佔了56.8% 第二項理由是造勢嚴重性相較高 由於機車他不像汽車 有車身的外殼可以保護 所以一旦發生交通事故 他嚴重程度相較會比較高 那104年A1類163人當中 其中104人就是因為騎乘機車所住 他的比例已經高達63.8% 那在造勢熱點部分 根據我們的分析 104年 機車A1加A2類的傷亡人數當中 各分取前五大的路段 還有發生的建數 如錶類 請各位參院 在造勢時段部分 是以16到18時 8到10時 18到20時 也就是說 是以上下班 是一個高造勢的時段 在造勢年齡部分 是以18到24歲 佔36.5%最高 60歲以上 佔12.9% 也就是說 這個高造勢的危險群 是集中在18到24歲 以及60歲以上的老人 那在造勢主義部分 是以闖紅燈 唯一規定兩段式左轉 酒後駕車跟逆向行駛 四項迴歸 這四項是比較惡性 而且容易造勢的交通迴歸 也是民眾最容易過病的 那以下就請各位 觀賞 這四項迴歸的實際案例 104年因闖紅燈造成 1131件江湖事故 7人死亡 2326人受傷 這是闖紅燈 104年 威夷規定兩段式左轉 造成920件交通事故 四人死亡 1532人受傷 104年 九波駕車 造成353件交通事故 5人死亡 535人受傷 104年 104年面向行駛 造成346件交通事故 兩人死亡 538人受傷 不停止 騎乘機車除了遵守交通規則外 請保慢速度多禮讓保障 民眾安全 分岸市政府警察局 關心您 接下來報告本專案取締的重點 就如同各位剛剛所看的影片 本專案是所重成效 我們不要求績效 並以上述影片的四項重點為規 列為一個重點的執法項目 執法熱點部分 我們將要求各分局 以104年轄區A1跟A2類 依照式的路段、時段為重點 提高進行率、執法強度跟頻率 執法目標部分 我們希望105年的目標 這四項A1加A2類的建數 能夠將104年下降10% 也就是減少275件 那實施期程 分為宣討跟執法 那宣討日期 是自本月3月1日起到31日子 那執法日期 將至後天 4月1日起 就是4月1日起 正式展開執行 在執法策略部分 我們分軟宣討面、工程面 跟執法面三大面下 檢料災速報告如下 在宣討面部分 由本局來發布新聞稿 對市民收民執法的原油跟執法的作為 第二部分 是擴大宣討的層面 以製作短片 如剛剛各位所觀賞的 以及資訊可變的標誌CMS等方式 然後協請市政府各局處相關單位 利用各種管道來廣委宣傳 第三項是辦理宣討座談會 由各文局召開宣討座談會 來邀請里長明代 及協議機關學校團體等 來說明執法的重點 還有執行方式 來呼籲配合 第四是交通安全教育從小紮根 希望透過國中小學 生活教育課程中 將正確的用入觀念 開進課程裡 並利用其招惠時機 來辦理交通安全宣討活動 另外針對高招式組織部分的宣討作為 第一項是辦理交通安全宣討活動 即主動接洽各大專業一下 來辦理交通安全宣討活動 希望能灌輸青少年 朋友機車的入選觀念 提升騎乘機車的安全 第二項是拍攝宣導的微電影 針對青少年駕駛機車安全 來拍攝微電影 並透過年輕人常接觸的網路平台 能夠擴大宣導的廣度跟深度 第三項是辦理熱領者交通安全宣討 由本大隊前往本市各區熱領學習中心 來辦理交通安全交易演習的工作 提高老人的用戶警覺 其次在工程面部分 第一項是提報道路的改善建議 並以主管機關密切聯繫 然後處理進度 第二項是針對A1類的交通事故 配合交通局來辦理現場會竿 第三項是檢討測境 第三項是每月提報一造勢路段的資料 提供交通局、區公所等單位 作為改善的參考 第四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我們加註GPS座標 然後提供交通局 作為交通安全改善的一個研究 第三項在植網面部分 一、各文局 將針對轄內機車一造勢的路段時段 提高執法的強度 二、是執行巡邏、行李查查等的行務 能夠實施定點交通警察的取締 來提升鑑警率 第三、由本局每桌規劃一次以上的 機車大執法行務 來強化執法的密度 第四、每桌檢討各單位執法及事故方式成效 督俗、落實等執法專案 另外,針對近八層機車駕駛習慣不佳 的造勢主因 例如未出於承認狀況、未保持的間距 及不明原因自撞等 加強一造勢路段的巡邏機場 來養成機車駕駛的所有行車的警覺 結語 黃市交通事故 有賴交易工程及執法等面向 共同來配合推動 本局今年 除了將更序落實之行 為頂零龍等專案以外 並將結合機車動態違規取締 推動等專案 來促使民眾重視機車行車安全 達成安全順暢 預設交通的目標 簡報完畢 公平指導